苗栗海岸線長達50多公里 擁有豐富的漁村文化以及漁港風情 為了搖曰民眾前來感受海岸線魅力 8月19號到通宵新埔漁港舉辦漁廟放流 以及漁港漁港辦理星光之夜 邀請到黃明志等重量級卡司熱情開場 動感歌曲揭開活動序幕 苗栗群政府邀請民眾8月19號 前往漁港漁港吹海風聽音樂 因為這個活動每次來的觀眾 大概都一起玩的都比較年輕 所以我們也是不是 當然表演者主要以年輕人喜愛的為主 這樣才會帶動大家願意來 除了我們苗栗的青年夥伴以外 當然我們也希望外縣市的遊客 貴賓好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來一起同樂 海線四鄉鎮都有它的農測產品的特色 今年在通宵地區舉辦這個 與你同樂的星光夜晚會 感謝縣長特別特別邀請了很多年輕的 國語也好台語也好 都是年輕的族群 我相信可以吸引很多外縣市來的遊客 苗栗縣海岸線長達50多公里 縣府多年來透過觀光季推廣海景之媚 8月19號上午將在通宵鎮新埔漁港 舉辦漁苗放流 今年準備一萬尾的黑雕 而晚間6點起邀請黃明志等重量級歌手開唱 來到苗栗會包括我們竹南的這個旗艇火車站 或者是我們後龍的好望角 以及我們通宵的日落大道 那包括我們宴裡的愛景果園 或者是我們宴港的宇港 來做一個遊玩 然後晚上接著來欣賞我們的這個活動 苗栗縣的鄉親 對於這個各方面的活動 大家也很熱情的參與 當然除了本縣以外 我們更希望說這個外縣市的人也一起參與 當然我們主要訴求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共同保護海洋資源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海可以永續經營 提供給我們最好的東西 享受音樂也認識苗栗海洋的生態 一同來感受內外迷人的魅力